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长达八年风险警示刚刚结束 中安科就将十年前并购财务造假案的时任财务顾问 告上了法庭并索赔15亿元 中安科的起诉对象是招商证券 起诉理由是为勤勉尽责 当时中概股中安销技术有限公司 下称中安销技术通过并购 借壳中安科前身老八股飞乐股份在A股上市 2015年中安销与飞乐股份重组完成 但仅一年后便因财务造假被立案调查 目前参与上述并购重组案的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中安销技术中介机构各方 均已受到行政处罚 处罚落地后中安科受到了上千例投资者诉讼赔偿 赔偿款金额达十数亿 中安科在公告中称 是招商证券为勤勉尽责 导致该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第一财经此前了解到 招商证券将会积极应诉 并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相关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 招商证券在25%的范围内 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合计金额2.87亿元 目前认定的赔偿已基本赔付完毕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层出不穷 但上市公司起诉中介机构实为罕见 双方诉讼因此引起业内诸多关注与讨论 受访法律专业人士看来 上述诉讼的核心也就是难点 在于双方责任的划分 而此前判决的比例对后续诉讼案件将产生一定影响 法院在考虑招商证券是否应当赔偿中安科时 应当会考虑到招商证券已经做出赔付的事实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陈波认为 目前财务造假案中 上市公司起诉中介机构还比较少见 中安科起诉招商证券的案件审判结果 不仅影响此案的当事人 对日后的类似案件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索赔金额超15亿元 中安科起诉招商证券的事由 使该公司在上述重组中 为勤勉尽责 专业判断出现严重错误等 致使自身被行政部门处罚 从而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索赔超过15亿元 中安科所称 重大资产重组可追逐至十年前 2013年 菲勒股份进行重组 主要涉及出售部分资产及负债 并购入中安销技术100%的股权 招商证券为其提供独立财务顾问 及持续督导服 2015年1月23日 在招商证券全程参与下 该公司新增股份完成登记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完成后 菲勒股份的主营业务 变更为安房系统集成 及运营服务产品制造 控股股东变更为中衡绘制 此次重组也被业内视为 是中安科的借壳上市 2015年3月 菲勒股份证券简称 变更为中安销 2024年7月又变更为中安科 上述并购重组完成后一年 中安科便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被证监会逼案调查 2019年监管完成调查 认定中安销技术 作为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方 为及时提供真实 准确的盈利预测 信息导致估值虚增 虚增2013年营业收入 导致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 存在误导性陈述虚假记载 而中衡绘制作为中安销技术的控股股东 利用上市公司收购 以虚增后的中安销技术 资产评估值 置换中安科的股份 导致中安科及其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的实际价值 低于账面价值 损害了中安科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此 中安科 中安销技术 以及中衡绘制 均遭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分别处以40万元 60万元 60万元罚款 中衡绘制实控人 则被图国申 处以30万元罚款 10年市场计入 并对相关多名责任人员 做出处罚 之后 参与上述并购重组的中介机构 招商证券 瑞华会计所 均被追责 2022年9月 招商证券遭到证监会 没一罚一的行政处罚 证监会认为 招商证券在为上述资产重组项目 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中 为勤勉尽责 为对班班通 项目予以重点关注和审慎核查 对制作 出具财务顾问报告 所以用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为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 出具的文件 存在误导性陈述 为此 证监会对招商证券 共计罚末6300万元 并对相关责任人 做出处罚 时隔多年 中安科近期将责任矛头 指向了中介机构招商证券 中安科称 因招商证券 作为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 独立财务顾问 未能按照约定 依法勤勉尽责履行财务顾问的职责 专业判断出现严重错误 导致该公司在重组项目中 信息披露 出现误导性陈述 虚假记载 致使公司遭受行政部门处罚 向投资者支付了巨额赔偿 另外 招商证券 一未能对上述重组活动 进行必要的禁止调查 未能帮助公司 识别重组项目中的重大风险 对本次重组交易定价的供运性 发表了错误意见 导致重组 置入资产评估值严重虚增 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导致了公司重大损失 为此 中安科请求判令招商证券 向公司赔偿各项损失 合计15亿元 包括中安科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赔偿款和股份 公司支付的把管金 虚增评估值的对价 此外 还请求判令招商证券 向公司退还财务顾问费3150万元 并支付利息损失 案件影响如何 如果案件最终胜诉 中安科将获得一笔可观收入 该公司在公告中了事 若胜诉 所获赔偿 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所有者权益 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优化资产结构 提升公司市场信誉 为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带来积极影响 如未能胜诉 亦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向投资者赔付款项 在重整计划中 以足额计题偿债资源 目前赔付工作已基本进入收尾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 截至2022年5月27日 诉讼时效届满时 投资者诉中安科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合计超过8000件 诉讼金额合计约15.52亿元 另据中安科财报显示 2019年至2022年 该公司每年均有上亿元营业外支出 4年累计营业外支出金额 约18亿元 主要吸计题 股民诉讼赔偿支出增加所致 经历了长达8年的风险警示 中安科今年上半年 刚实现摘贸 2015年并购重组之后 因置入资产评估值过高 中安科为兑现借壳承诺 开始进行连续并购 快速扩张 从而也造成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2016年至2021年期间 中安科连续数年负债水平 在50亿元以上 其中2016年 2017年 负债高达70亿元以上 因出现严重债务危机 多次被上交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6月 中安科因资不抵债 无法经常到期债务 被债务人申请破产重整 中安科的业绩 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2017年至2022年期间 该公司每年营收水平 较为稳定 基本维持在 25亿至30亿元水平 但有5年的净利润 均为亏损 其中 2018年亏损近20亿元 2021年 亏损超15亿元 2023年 中安科业绩开始扭亏为盈 2024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3.14亿元 同比增长3.43% 净利润2509.10万元 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了503.1% 因中安科控股股东 深圳市中恒汇制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中恒汇制 所持股份被多次拍卖 据中安科8月披露 中恒汇制持股比例 已减少至13.98% 二股东 武汉荣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股份15.05% 被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第一财经注意到 投资者也比较关注 中恒汇制股份被拍卖后 是否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中安科在10月9日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称 目前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中恒汇制 因其所持股份被多次拍卖 目前其持股比例为13.98%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但中恒汇制 因其自身历史债务原因 面临多起诉讼 后续或将涉及多起拍卖 且存在与重大资产重组 与资产收购相关的业绩承诺 补偿未完成的情况 后续控股股东是否变更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陈伯认为 中安科诉招商证券案的审判结果 不仅影响此案的当事人 对日后的类似案件 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事关券商 审计 评估 法律等证券中介机构的行业发展 意义重大 类似案件并不多见 近年来 监管机构 严打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等违法违规行为 包括资金存储 恒大地产 责达益胜 康美药业在内 查处的财务造假案件 不在少数 但截至目前 在财务造假案件中 投资者诉讼赔偿案例较多 上市公司起诉中介机构 特别是保健人 财务顾问的情况 还比较少见 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之间 是有偿的委托关系 上市公司是委托人 券商 审计 评估 法律等中介机构 是受托人 对于受托人因过错 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责任 法律的规定较为清楚 陈伯分析 根据民法典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 因受托人的过错 造成委托人损失的 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另外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 应当相当于 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定立合同时 预见到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但是 上市公司与券商 审计 评估 法律等中介机构 之间的委托关系 较之于普通的有偿委托关系 有很多不同之处 陈伯说 其一 这种委托关系的根源 虽然是民伤法 但受到行政法的严格管制 管制的内容 如受托方 及经办人员的从业资格 受托服务的工作范围 工作方式 工作标准 其二 受托人的收费 相对于委托人可能的损失 差距可能非常悬殊 甚至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这些特殊之处 导致生硬套用经典的受托人 过错赔偿理论 和民法典相关规定 可能得出显示公平的后果 这种后果 不仅影响到个案中的中介机构 也会影响到中介机构 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 这种影响上市公司是不难理解的 在陈伯看来 这是导致上市公司起诉中介机构 案件数量较少的根本原因 他还认为 上市公司很少起诉中介机构的 其他原因之一 是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非常熟悉 掌握了上市公司 乃至控股股东 实控人 董坚高的大量信息 这信息既有公开的 也有非公开的 既有合法的 也有灰色 甚至不合法的 如果上市公司对自身情况 特别是交易期间的行为 不是很自信 会投鼠即弃 今年3月 康美药业 600518上海 也曾公告称 该公司在破产重整程序中 根据重整计划 向5万多名投资者 完成了约25亿元的赔偿 为维护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向其他责任人 依法主张 其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 其中就包括向广州月秀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支付该公司 已经承担的赔付款及利息 诉讼费 律师费等 合计3.41亿元 陈伯认为 康美药业向会计师事务所索赔 与中安科向招商证券索赔 稍有相似之处 但差异的地方更多 康美药业案中 上市公司是造假主体 会计师事务所 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 中安科案中 造假的主体 是上市公司所并购的对象 上市公司聘请招商证券 对并购对象进行禁调 就并购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在公告中 上市公司将自己描述成了受害方 即为其服务的招商证券 把关不到位 致其受到损害 另外 两个案件中 中介机构对投资者履行的赔偿责任 也有差异 招商证券的违约行为 既违反了法律规定 也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 细造成公司损失的直接原因 中安科称 第一财经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表写道 在此前法院生效判决中 认定招商证券不存在于中安科 中安销技术恶意串通等明知 或应当明知的情况 最终判定 招商证券在25%的范围内 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实质上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 相关责任主体的内部追偿问题 按照生效司法判决 招商证券承担责任 应当以25%的连带责任为上限 同时 以积极履行赔付义务 故中安科在内部追偿诉讼中 无权再要求招商证券承担责任 上述相关知情人士称 诉讼难点在于责任划分 多位证券律师告诉第一财经 上述诉讼案件的核心及难点在于 如何划分双方的责任 事实上 在此前 投资者速赔案件中 中介机构的责任认定 就一度成为诉讼争议的焦点 在2020年 一起投资者与中安科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 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显示 一审判决 中安科向两位投资者支付相应投资差额损失 中安销技术 招商证券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均对中安科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当时 作为独立财务顾问的招商证券 以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向上海高院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 对中安科付款义务的连带责任部分 并改判驳回投资者相关诉讼请求 2020年12月 上海高院对该上诉案件进行了审理 最终认定 招商证券在2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1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而此次中安科起诉招商证券 诉讼难点也在于 则是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划分 德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波律师 对第一财经表示 发行人与中介机构的诉讼并不常见 如果进行理论上的推测 难点之一是中介机构过错的认定 如证监会等监管部门 如果做出了处罚或处分决定 中介机构将会较为被动 难点之二是发行人的损失确定 以及中介机构的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 上海市九城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峰认为 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划分 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来区分比例 如果无法区分 可能会根据相关规定平均承担 但实际在前期投资者民事索赔案件中 法院已判决招商证券在25%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个认定可能会对此次纠纷的后续解决 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并没有明确的比例规定 只能由法院根据各方过错 参考前期判决最终着定 陈伯分析称 招商证券可能会主张 其已向投资者基本赔付完毕的2.87亿元 是在连带责任向下 待中安科履行对投资者的赔偿责任 实质上即是委托合同向下 对中安科的赔偿 2.87亿元是其收费的9倍 已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中安科则可能会主张 招商证券仍应继续赔偿剩余的75% 法院在考虑招商证券 是否应当赔偿中安科时 应当会考虑到招商证券 已经做出赔付的事实 徐峰认为 诉讼涉及的双方都是上市公司 均有几万中小股东 不管是否有难度 都有必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最终厘清各自责任的边界 这也是对中小股东 权益负责的表现 分为 优优独播放 商证券仍于